大家好,今天是4月6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美联储密集放映,现在不考虑降息,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周五表示,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理由是近期通胀数据高起,且有迹象显示借贷成本对经济的拖累可能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大。 考虑到这些风险,我认为现在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我需要看到更多证据表明我们所走的经济道路的不确定性得到解决。 他在杜克大学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 他的言论受到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因为他之前在纽约联储管理央行的资产组合, 他说他越来越担心通胀的进展可能会停滞不前。 他补充称,美联储官员应继续做好准备,在通胀停止下降的情况下做出适当回应。 他的言论表明,他是预计2024年降息两次或更少的政策制定者之一。 在他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前,政府数据显示, 美国三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幅为近一年来最大,同时失业率下降。 他在演讲结束后,与杜克大学教授前美联储高级顾问艾伦·米德的问答环节中表示, 目前还没有降息的紧迫感,我们有时间等待,看看即将发布的数据, 看看金融状况如何演变。 明确地说,关键风险不在于通胀可能上升, 尽管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而是通胀可能停滞不前,未能按照预测路径及时回到2%。 除了通胀数据,他表示, 他担心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大多数预测所认为的那样拖累经济, 这可能意味着,所谓的中性利率既不会减缓, 也不会刺激经济增长的利率会更高。 越来越多的经济和金融证据表明, 长期中性利率可能已经上升,他说。 他补充说,衡量中性利率和其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包括可能对国家产出做出贡献的移民激增, 意味着现在关注通胀数据比关注就业数据更有用。 他还重申,美联储可能应该很快开始放慢缩表的步伐, 美联储可能会降低每月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国债的上限, 同时维持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上限不变。 美联储理事报曼周五也发表了 对通胀潜在上限风险的担忧, 他继续一计,在利率保持当前水平的情况下, 价格压力将进一步降温, 但他重申,现在还不是降息的时候, 为控制通胀可能需要加息。 鲍曼表示决策者需要小心, 不过快,不要过快地放松政策。 尽管这不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我仍然认为存在风险, 即在未来的会议上, 如果通胀进展停滞, 甚至出现逆转, 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 过早或过快地降低我们的政策利率, 可能导致通胀反弹, 进而导致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 以使通胀在较长时期内回归到2%。 他在为纽约一群美联储观察员准备的演讲中说道, 鲍曼是设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永久投票成员。 自2018年底上任以来, 他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更鹰派的立场, 意味着他更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来控制通胀。 他表示, 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仍然是降息最终会变得合适, 但他指出, 我们还没有到降息的时候, 因为我仍然看到通胀存在一些上行风险。 他还指出, 中性利率很有可能会比疫情之前更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减少降息将最终适当, 以将我们的货币政策立场恢复到中性水平。 综合来看, 美联储官员们本周的讲话越来越鹰派, 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他表明对降息采取谨慎态度。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周三表示, 他预计今年只会降息一次, 而且是在第四季度进行。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表示, 如果通胀停止降温, 且经济保持强劲, 可能没有必要降息。 马斯克说特斯拉将于8月8日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称, 特斯拉计划8月8日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长期以来, 对推出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承诺, 一直是特斯拉估值高企的关键。 最近几周, 特斯拉向消费者发布了名称为 全自动驾驶的驾驶辅助软件的最新版本。 特斯拉此前表示, 下一代汽车平台将包括更低价的汽车和全自动驾驶出租车。 路透周五早些时候报道, 该公司放弃了推出低成本汽车的计划, 转而将更多资源用于尽快将无人驾驶出租车推向市场。 马斯克回应称, 路透在撒谎, 他没有提供细节信息。 好, 周末呢我们继续复盘我们的热门的股票列表。 我们先看DKNG的周线图, 那么他的周线图在本周出现了一根阳线, 我们上周看到他有一根阴线, 但是实体部分还是较小。 那么这周呢非常的复杂哈, 包括大盘, 市场整体都比较复杂。 那么本周最终收盘的时候呢, DKNG是收出了阳线, 表明我们不能去猜顶。 我们看一下趋势线, 那么趋势线目前仍旧是有效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假设上行的概率更高,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者, 对吧? 那么他上方这个100%, 将近100%的空间还没有走完呢哈, 所以我是觉得上行的概率还是较高一些哈, 当然了也要看大盘的一个风向, 因为大盘也是变幻莫测, 那大盘如果跌了呢, 那就要看个股, 他到底想怎么走了, 对吧? DKNG目前在技术面上还是维持了震荡上行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对吧? 周四有一点点阴线的感觉哈, 但周四是阳线啊, 周四的收盘价比周三要高, 周五呢又是阳线,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踩顶, 暂时是不能踩顶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趋势线画好, 去挖掘最终的这波利润, 看看能不能再涨一涨, 不能涨呢, 我们也不奢求, 但是呢, 空头还没有破掉趋势线, 不能离场啊, 所以这是DKNG的一个预期, 我们看一下T3Q的周线图, T3Q本周呢和大盘一样哈, 都是啊, 继续维持了高位震荡行情, 那么周四周五两天啊, 是一跌一涨, 对吧? 那么后续会怎么样呢? 坦白的说啊, 市场也没有给出答案, 我们只能说呢, 空头想要反攻呢, 必须得连续的去跌破一些, 比如说点形的位置, 比如说横向的支撑区, 因为啊, 当前呢也完全有可能是横盘震荡洗盘, 对吧?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它深度洗盘的, 或者说稍微深度一点洗盘的可能性, 是吧? 那目前呢, 市场还没有给出决定, 本周的周线K线, 是一根中等强度的阴线啊, 带有长长的下影线, 表明空头呢, 在此也有所犹豫, 是吧? 看一下日线, 那会不会跌呢? 我们说我们最讨厌的是横盘震荡行情, 那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呢, 上行概率略高, 但是呢, 市场呢总是感觉, 这个洗盘还在继续的感觉, 也不排除光下跌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观察一下啊, 接下来一周啊, 市场是不是要给一个深度点的洗盘, 深度点洗盘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不给深度洗盘也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洗盘就是有两种状态嘛, 横盘和深度的啊, 那么究竟会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观察, 他对这根横线支撑区的一个跌破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持续拒绝下跌, 多头应该重新找点位, 尝试进场做多, 好, 这是T3Q, 我们看一下SE的周线图, SE的周线图, 过去这三周四周, 感觉空头的力度不够如此啊, 没有显示出特别强的力道, 本周呢, 收出小阳线, 表明的市场呢, 本身就没怎么涨啊, 相对于那些龙头虎来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要关注他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啊, 或者是当前是一个二浪直跌的一种可能性, 对吧? 我们潜在的第一浪,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这样的一个略微的一个下跌趋势线啊, 那么由于日线图在周五这天刚刚有一根阳线, 我们是倒着数哈, 那么之前这第二个是阴线啊, 所以啊, 我们是我个人啊, 这是阴线吗? 这也有点小阳线啊, 因为他比周三的收盘价要高一丢丢哈, 也就是说啊, 有点阳线, 但阳线的强度还不够, 那么新的一种我们要看啊, 多头继续反攻的力度, 那么在技术面上呢, 如果他尝试去反攻的话, 至少要再次测试这个点位, 最高位这个阻力区, 那如果他上不去啊, 周一周二又是恢复了一个空头的话, 也可以接受, 因为当前属于一个潜在的二浪, 第一浪, 第二浪是吧,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啊, 一段时间要关注的一个, 可能形成潜在底部的一个图啊, 这也是可能, 好吧, 我们看一下Execute, Execute的周线呢, 本着是略微的小强了一些, 那么我们要关注啊, 他接下来一周能不能止跌啊, 再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 其实这个这个周线图呢, 没法没法画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长点的趋势线调一下, 我们可以尝试画一个可能的长线趋势线啊, 这儿, 这儿, 你要是这么画的话, 本周还是在趋势线附近是吧, 有点跌破的这种感觉, 对, 差不多啊, 还在趋势线附近, 那么下周如果跌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整体当做一个二浪, 是吧, 这个整体是一个一浪上行, 对吧, 他实际上这是二浪啊, 然后三浪啊, 四浪, 我们说第四五浪非常复杂, 那如果再跌回来呢, 多头应该离场啊, 他也有可能是头肩底的一个右肩震荡啊, 继续震, 那如果下周又是阳线呢, 表明哎, 突破这个头肩底的颈线了, 那么届时呢, 多头应该进场继续做多, 去挖掘更高的利润空间,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还是有点点破位的感觉啊, 所以和他和这个大盘类似, 那么市场呢, 如果继续跌的话, 多头应该离场啊, 避免说他再深跌一下, 给一个震荡行情, 好, 我们感觉下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下周, 看一下Meta, 说这个为什么大盘的这个涨跌啊, 概率有点均等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龙头们也是有些分化, Meta呢, 本周是一根大阳线, 请不要吧, 有人说啊, 顺势看涨的话, 上涨概率确实高啊, 没错啊, 事后还是这样啊, 但本周确实有点特殊啊, 下跌的概率也是较大的, 其实对吧, 那么对Meta来说, 他又创了一个新的高点啊, 这波波段的也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说他会不会见顶呢, 我们说没有办法在大阳线的顶端去猜顶, 而是要看到一些阴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人家日线周五是阳线, 周四也是阳线, 周四的收盘价比周三要高, 周三还是阳线, 周一是阳线, 这都是阳线, 不能猜顶, 而且对吧, 这更像是一个上涨中继继续涨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啊, 对于大盘到底能不能深度回撤, 也要打一个问号, 除非什么呢, 除非啊这种啊, 比如说Meta这种近期还在涨的股, 突然在下周给出一些大的回撤, 那么好嘞, 连涨的股都要给出深度回撤的话, 或者说一些啊, 叫深的回撤的话, 那本身那些给回撤的, 再叠加这种灵长股给回撤, 那你说大盘给不给回撤, 大盘给深度回撤的概率就提升, 所以我们也要看Meta这类股, 它下周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还是涨, 事实上, 或者说理论上我们的预期就是, 它要涨就一直假设它涨, 而不要假设它反向, 因为猜顶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是吧, 包括对大盘的猜顶都是比较艰难啊, 那对这种强势股, 猜顶也是比较艰难的, 所以呢, 极端啊, 悲观的情形就是它给出一些回撤了, 那么大盘有可能深跌啊, 否则呢, 像Meta啊, 英伟达都不愿意深跌的话, 那你怎么假设大盘深度回撤呢, 也是有点难度, 对吧, 好, 这就是Meta, 继续看涨吧, 那只能继续看涨了, 我们说我们不猜顶啊, 不猜顶, 直到啊, 它给出反向的信号,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奈飞, 奈飞的图本周和, 和这个这个Meta类似啊, 也是受出中等强度的阳线是吧, 你看, 它跌不深啊, 那周线图, K线空头有阴线, 但是没有连续的跌, 那么这样的话, 不连续的话, 空头表明不强, 什么时候强我不知道, 我们说不猜, 不猜顶, 它呢, 主要跟Meta相比, 它还没摸到700一代, 现在是636啊, 所以呢, 它还有不长的空间, 也就是说呢, 龙头股又有一个, 还要涨, 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它跌不, 就是说跌到这儿弹起来啊, 这没有跌破啊, 没有跌破下来, 就不能去猜顶, 移动值怎么上提, 我们看看700一代,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在技术面上, 还有补涨的这种可能性的图, 这会导致啊, 市场这个龙头股之间比较分化啊, 所以大盘想要升跌呢, 也暂时看还是有点难度啊, 有点难度, 这是个人感受啊, 不过大盘呢, 也有大盘的走法啊, 不一定完全受到, 个别股的一个影响啊, 我们只能说呢啊, 分化的一种状态, 造成大盘跌多深啊, 是有一个问题啊, 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龙头啊, 或者说知名这个这个股吧, 优步优步的图呢, 更也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 对吧, 你看它在这震了这么长久, 你说它是柱顶呢, 还是上涨中继呢, 都可以啊, 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第一假设是什么呢, 我们假设啊, 是上涨中继, 对吧, 你看本周的周线呢, 它可以跌破啊, 它没有跌破, 所以下周跌不跌破, 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 我们看一下日线, 都啊, 它跟这个英伟达走势类似啊, 都在这位置测来测去的, 第一次跌到这儿, 弹起来三根阳线, 再跌到这儿弹, 再落再弹, 你看, 它明明可以周五跌下来, 它不, 这有点小双中底的感觉是吧, 走一, 就这次啊, 跌下来弹起来, 跌下来弹起来, 这不是双中底吗,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空头来说, 看着不舒服啊, 顺势, 如果顺着周四的这个阴线跌下来, 它是最舒服的, 它没有跌破啊,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优步来说呢, 我们还需要再观察啊, 新的一周啊, 收出阳线来, 那就继续加仓, 对吧, 那收出阴线的话, 看跌破的情况, 所以呢, 对于横盘震荡行情呢, 看着像是头肩顶, 也有可能是上场冲击啊, 这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走法, 那跌下来, 我们就要减仓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这些知名股票啊, 他也是, 他不告诉你他, 他怎么走, 他就是摘幅横盘, 所以呢, 咱们大家还是要不要下定论, 到底会怎么样, 你在横盘中你是看不出来的, 好, 半导体行业整体呢, 我们感受一下周线, 你说这个本周周线强吧, 不强啊, 我们感受一下, 对吧, 他更像是一个四周的一个横盘震荡, 啊, 然后阴线是吧, 小阴线, 你说你减仓吧, 这这我们看一下趋势线, 他也在趋势线临界位置, 对吧, 你看, 所以呢, 这个在临界位置的横盘呢, 我们应该要看日线啊, 理论上应该减减仓啊, 那么周四破位之后, 周五一点小反弹, 理论上可以减减仓, 对吧, 但是临界位置有时候又微上去的概率也是有的啊, 那么如果这个图啊, 继续跌呢, 那就进一步检仓了啊, 因为他确实有点小破位的感觉啊, 跟那个标普有点像啊, 是吧, 那分, 咱们分析了这么多个标的, 有龙头, 有一些底部骨, 还有一些啊, 特殊的图, 都给人感觉这个涨跌的概率都有啊, 是吧, 比较混乱啊, 所以大盘的目前是一个横盘震荡啊, 所以啊, 比如说半导体继续跌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大盘深跌一下啊, 这个位置如果下周再微上去, 你说有这种概率吗, 咱们看了那么多图就感觉啊, 这个微不微啊, 这概率还都要考虑到, 那如果跌破这里啊, 又是阴线的话周一, 那我们应该检仓或者是离场, 等待一波深的跌啊, 深跌一下也是OK的, 好吧, 如果再围上去, 那半导体都围上去了, 那你说大盘还深跌吗, 所以说我觉得啊, 这个临界位置呢, 概率有点均等啊, 但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图呢, 下行的概率略高一丢丢啊, 一丢丢, 这个SOXL啊, 下跌的概率略高一点点啊, 因为它是一个领长行业啊, 对吧, 领长行业给一些回撤啊, 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啊, 因为市场要轮动啊, 包括我们发现一些小盘国, 也有可能啊, 一直在横盘震荡等待涨呢, 所以啊, 最近一些啊, 减持也是有可能啊, 给出一些回撤, 一般减持会导致回撤啊, 而大熊市呢, 是彻底抛售啊, 那是大熊市, 减持一般都导致回撤啊, 回撤的运动状态, 可能有横盘有深跌, 这两种,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悬念就留在了周一周二啊, 那么如果继续跌龙头股啊, 这个这个半岛顶行业有可能要跌一点, 对吧, 给一些回撤, 届时再加仓就可以了, 止跌之后, 好, 这期呢, 我们先飞去到这儿啊, 下期我们从亚马逊开始啊, 继续看, 再见